我觉得一下今天自己贴的这个软膜大挑战的感想 个人觉得X1的这个软膜真的很不错一下 证明网友真的没有骗我钱 没有骗我感情 现在我是可能有关注我channel的人一定都懂哦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关于软膜的影片 就是那个去老压年的那个 那我影片出来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有人去我的inbox PM 跟我讲有另外一款软膜 那这个另一款软膜他们讲也很好用 那我是一个不随便先信任的人来的 所以我自己亲自真金白银 然后去买了回来 这个是X1 Self Armor的软膜 那这个我自己买回来之后 我跟你讲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 老板竟然认得我 然后他跟我讲 这个年头自己贴自己的screen protector 已经是out了的事情了 要in的话 这年头就是自己贴自己的screen protector 然后自己黏自己的screen protector才影我 所以 呜呜老板直接叫整台本心来我的家 ok 我看不上来了等我一下 因为这个机器真的很重 我的腿 我的大腿烂了 就是这一台 老板 我还要自己给他 啊在开之前 开不是抬到好像很重很重的 其实我这样子看哦 又好像真的没有很大个耶 他对我印象中来讲 其实他算小了 这种cutting machine 来吧 开店吧 我把这个在这边 ok 这时候呢 他这边其实是有一个screen的这个位置 这个screen就是给你选model 等下你是什么样的手机 这个是那个screen protector来的 但是是还没有切的 所以打算等下给我自己切 他给我一二三四五七七张 这样子啦 刚才你靠不起啊 我一张搞定 ok 现在我就来试试 自己切这个东西 ok 我刚刚叻 就把它连了我们家的wifi 然后你就会看到screen这边呢 它就出了有phone 有watch 有camera 有ipad tablet 还有arders 那我今天就是帮我的p40pro念嘛 所以我们就选phone 其实它的页面哦 真的很简单明白耶 然后华为我们就选它 其实有很多 有apple sony samsung vivo 然后有比较冷门的 也有nokia 有lenovo 都有 华为 然后我看 有没有我的p40pro 看到啦 华为p40pro and p40proplus 这样新它都有p40proplus 它都有 点进去 然后这边咧 这时候你就可以选 你要什么样的类型 比如你是要front fullscreen的 还是要back fullscreen 然后或者是wrapped to edge的 要哪一个 看我们就这个 选这个front 然后包到全部的 ok 点了一下 这时候我按proceed 它就会开始切了 登登登登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耶 我自己的第一个screen protector 自己切的 ok 这边就准备了很多 比如有抹布啊 然后这个贴纸 然后湿纸巾 还有挂片 然后我们现在 虽然它已经很干净了 我们还是做下样子 mark一下它 要让它更干净 ok 这个是湿纸巾 然后把它擀 然后呢 我们是用这个铁片 这个铁片是怎样用的呢 就是你撕下来之后 你就把它脏的东西剂掉了 就是尽量让它一点灰尘都没有 然后我们黏的时候呢 就会很容易 不会有泡泡 好嘞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把这一片东西 撕下来先 它已经切好那个形状了 所以当我撕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就是那个shape 这个 这个 白色的这个 撕掉 它就会剩下一个 像是有一半一条线的 这个透明贴膜 但是这个 它是有一个硬东西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撕掉了 才会真正成为一个软膜 来吧 把这个洞口对准那个 镜头的位置 OK OK 现在我们已经贴上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条线 我们就从一半一半来开始 所以就 会把它掀起来 然后从一半这边 往后推 你会看到有一个东西跑出来的 一个透明的 这个时候就对了 这个另外一个手 要抓住那个透明的 推推推推 不能一次够快快的 要慢慢的 尽量把泡泡往外推 OK 现在接下来就到下面了 OK 现在到下半部 好像OK了喔 OK 然后到边边了 在那边边 黏好了 我黏的这款就是MAT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斩指纹的类型 我竟然成功黏到了 虽然可能不是太完美 但是我觉得我成功 不错不错 我以前都是黏不到膜的人 我现在竟然可以黏到这样子 我觉得最很厉害了 而且它黏了之后它的感觉就是 你完全是feel不到它会割手 就是可能有一些膜 黏了之后你觉得好像割手割手 它是不灰的 有点激磨合一的感觉 是很顺滑的 MAT款我都讲了 它是for gamer 的嘛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用它来试试打game 看一下它里面有卡一卡 这样子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X1他们家的软膜 我是有拿到TUV跟SGS认证 然后也有拿到什么 Asia Top Excellent Brand 还有新加坡Oachiever等等的这些荣誉 反正呢它就不是什么Japan Brand 如果是Japan 我也不敢计算给大家啦 好啦 刚才我们就粘了这个MAT版本的在P40 Pro身上 那我现在就已经有一台被我粘了这个Clear版本的iPhone X 我觉得我自己粘的好漂亮哦 哇 完美 OK 那我等一下呢 就会用我手上的这把剪刀给它做一个暴力测试 那很多人就会讲 可能你粘了Clear版本就是透明透明这样子 好像没有感觉没有Rasa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保护得到 我们现在就测试给你看 这个呢就是我家最粒的剪刀 为了测试好几粒来吧 连泡泡纸都剪得到哦 OK 我们开始了 哇 哇 我以为自己在装修咧 这个是测试 很大力了 很大力了 你看到整个手机在抖吗 我都很粉了 看一下 它只是上面好像很多那种刮痕罢了 但是它没有包耶 可以看到我看杜老师 真的是很多很多个洞 它已经是密密麻麻洞孔了 凌通啊 各位我跟你们讲 X1软膜最大卖点就是有自动修复功能 意思就是说哦 如果它是有轻微的挂伤的话 它是会自动复原 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挂伤这样子 这点真的有不错效耶 X1软膜的优点呢 我自己就整理了几个出来 第一 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黏 而且女生也黏 因为非常简单 不用求人 第二 防暴防刮能力哦 真的比普通那种Temper Class 好太多了 不用今天黏明天曝 变相其实你是省了Hot多少钱 你imagine哦 你一个礼拜报一次的话 你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多少呢 大概是 第三 不影响画面quality 黏了依然保持HD 这个是Clear的版本哦 第四 不影响游戏体验 它有一款专门是From Gamer的软膜版本 就是Mac的 黏了这个Mac的时候 你玩games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顺滑 Super顺哦 外面的那种哦 你用久了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变到黏黏 然后你玩games的时候 可能会卡住卡住就是不顺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点大家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尤其是Pokemon 第五 有90天的warranty 意思就是说 你买了之后的90天里面 如果它有刮伤啊 起泡泡啊 敲鞭啊 这些等等问题 都可以找他们一对应兑换 但是呢 只限一次 所以也建议你买了之后 你马上要记得 Activate你们的warranty 这里哦 要提醒一下 只要你给一个service charge 你就可以claim到warranty了 只限一次更换 一六 因为我家钱也不会太贵 而且你上网订的话 直接送到你的家里 你连家门都不用出耶 咖啡期间 最好不要出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咯 看很多很多次 然后记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还有YouTube 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